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欸大家好 這裡是愛哭雕兵長 今次要來開玩的是熱門手遊賽馬娘 也是動畫版第二季主角的東海帝王 來看看萬代的第一隻賽馬娘表現如何吧 我們話不多說走 頭部可動範圍 可動域相當大 特別是抬頭的部分 可能是為了要擺出衝刺的樣子 可以抬得很高 兩邊耳朵都能獨立轉動 馬尾也能左右轉動 不過由於是這樣的球關節 隨時方向就沒辦法動了 右肩裝飾是接在身體的軟膠零件 有點硬 多少有些乾色可動 手肘配置單關節 彎曲角度沒有說很大 上臂採用內常式水平關節 平舉沒有問題 右手大致上也還OK 身體部分也是軟膠材質 一般的彎腰還可以 披風自然也是軟直的 背部有切開的可動設計 可以讓彎腰角度有所提升 本來應該是這樣 但會被軟膠身體推回去 結果沒有切開的意義啊 馬尾跟馬尾一樣 兩個馬尾都只有馬尾般的可動 左右轉是沒問題 不過有點不好定位 轉到想要的位置後 都會有些回彈 垂直方向則是完全殘念 無法豎起尾巴 裙擺是前後兩片軟膠件 不算特別柔軟 但也還行 寬部沒有下拉設計 就是個寬關節 可動表現上 有一半半 膝蓋配置單關節 大腿有水平關節 膝蓋也能水平轉動喔 腳踝腳尖可動 腳底有做出體鐵鞋底 接地表現也不錯 零件一覽 豐富的武裝替換表情 三對加二的替換手型 還有難得的支架 這次的SHF東海帝王表情手勢豐富 但說實話把玩體驗不是很優 像是馬尾部分不是很好調整 都會有回彈現象 剛拿到時的脖子更是鬆到完全沒阻擬感 後來用了保力龍膠補強 整體結構也挺鬆散 我把玩時噴了好幾次 不知道是不是個案狀況就是 對於這第一隻SHF賽馬牛 我的感想是表情相當豐富 整體還原可愛 膚質表現也是預期外的優秀 不過缺點也非常明顯 剛拿到手持的鬆散感 不太完善的可動設計 都讓把玩體驗大打不扣 整體塗裝品質也不是說很好 總之很有進步的空間 希望之後的賽馬娘系列能有所進步 以上就是這次的開玩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那就太好啦 以下Action是當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頻道 et Œ 頻道 1台本 2台本 2台本 吉利 2台本 2台本 3台本 4台本 6台本 4台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